一名男子死在了公园里的一棵十米高的树上 可当法医爬上去检查的时候 却发现他并不是自己爬上去的 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真是离了个大步 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男人难不成真是从天而降的吗 可男人还真是从天而降 只不过是从一架飞机上掉下来的 并且跟他一起掉下来的还有一整袋的大马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重案组调查进行中 审讯是里 律师说我的两名当事人来自亚利桑那州 两天前死者死的时候他们也在那里 他们是今天开车来洛杉矶的 所以你们根本没理由指控他们谋杀 检察官说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们不打算起诉他们谋杀或者其他罪名 如果他们愿意跟警方合作的话 我可以将他们无罪释放 听到这个承诺 于是两人就说了实话 男人说原本的计划是凌晨两点左右直升机把活人在哈瓦苏湖上 而我们负责利用定位去检 警员问那两天前的晚上发生了什么 男人说这次接到货以后 雇主跟我们说少了一报 他查了定位 发现另一个包裹还在洛杉矶 于是就派我们过来拿 警员问你们老大是谁 男人说原丁 这是供应商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但有个电话 听到这里 监控室里的警员赶紧在网上查询了一下 发现这个电话属于一家警官设计公司 并且还查到了该公司的地址 得到了他们要的信息 警员和检察官也结束了问话 两人本以为可以离开警局了 可没想到却等来了缉毒局的人 他们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 重案组确实可以将他们无罪释放 因为重案组管的是谋杀案 贩毒什么的并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 但缉毒局的人要抓他们重案组 可就管不着了 经过连夜的紧急搜捕 重案组很快就抓获了原丁 原丁说我是一名农产业企业家 我有权种植 警员说你只有种植八猪大麻的权利 而不是八千猪 并且你还把这些植物送上直升飞机 把他们运到大麻非法的地区 这也是犯法的 原丁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飞机的事情 警员说我们在你家找到了追踪大麻用的定位器 还有两个人指证你就是他们的供应商 我们不关心大麻的事 我们就想问问汉森为什么会从空中掉到了一棵树上 被树枝扎死了 听到汉森的死讯 原丁显得非常震惊 警员接着说是不是你发现汉森中宝思闹 偷拿你的大麻 所以你就让人把他杀了 原丁说我没让他们杀汉森 我只告诉那两个开飞机的人把汉森踢出我们的声音 可没让他们把他从飞机上踢出去 他们肯定是误会了 我不是那种暴力的毒贩 我就是个重地的 我就是单纯雇他们帮我运货 付给他们送货的钱还有油钱 警员问帮你运货的人是谁 原丁说飞行兄弟 于是很快飞行兄弟就被带到了警局 雷德尔直接主题地说我们找到了你们的朋友汉森 两天前的晚上你们带着汉森一起上了直升机 然后出了一场事故 汉森从你们的飞机上掉了下来 最后挂在了公园的树上 我们在你们的飞机上找到了他的指纹 还查到你们在给一个叫原丁的人往亚利桑那州运大麻 埃利克斯说我们不认识什么原丁 警员说你们不用担心这件事 因为在加州大麻是合法的 你们只要把这次意外事故的经过说一下就行 听到警察并不打算追究他们的责任 埃利克斯说我们在飞行的时候飞机的舱门开了 汉森想帮我关门 可风太大了 汉森在关门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所以才出了这种意外 警员问大麻是怎么回事 丹尼说汉森掉下去之前抓住了一根起落架 但它太重了 导致了飞机清血 所以大麻就也跟着掉了下去 听完这些 雷德尔让两人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 等两人写完以后 莫拉斯终于登场了 他拿出被害人手部的照片 还有埃利克斯的鞋子 被害人手上的印记跟他的鞋底花纹刚好吻合 这足以证明是他用力地踩了汉森的手指 把他踹下了飞机 听到这里 丹尼立刻不顾兄弟情的想要把责任都推给埃利克斯 结果雷德尔告诉他 汉森不是埃利克斯自己杀的 是你们和谋杀的 因为驾驶飞机是需要估算用油量的 而用油量是通过重量进行计算的 运的东西越多用油就越多 因为计算太过复杂 所以你一直是用一款手机软件提前计算好 而两天前的那次飞行 比电脑上的软件记录显示 比计算好的去时候的用油量和回来的用油量明显不同 重量上少了200斤 那你是把谁给去掉了呢 真凶找到 案件结束 而莫拉斯的父亲也结束了这次的洛杉矶之旅 离开前他向维德尔表达了谢意 感谢重案组的所有组员愿意配合他的儿子演这场戏 好让他这个老父亲放心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他早就看出来莫拉斯并不是重案组的一员 可为了让儿子开心 他愿意假装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人 他之前一直担心莫拉斯自己在一国他乡会因为缺少朋友而孤独 可现在看来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莫拉斯的身边有这样一群善良又可爱的人 他也就可以放心地回国了